另外来看到的是台南有名陈先生 日前将爱车停放在永康区的公用停车阁 由于台风侵袭的关系 他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开动车辆 直到后续将车辆开上路 才发现右后轮胎壁 遭人刺破了三个洞 陈先生就怀疑了 是不是附近的店家或者是有其他人不满 他的车辆停放太多天 才恶意的搞破坏 远景货报抵达只见男子一脸无奈 原来男子的爱车遭人刺破轮胎 明明把爱车好段段停在车阁内 车主还强调绝不是车辆行驶 扎到钉子 因为轮胎漏气处全都在台币 台币抹上肥皂水 破洞处明显漏气 车主也只能花钱更换 没有办法补胎 那个一定要直接更换新胎 那个大概花了两千块 原来这名陈先生日前将爱车 停放在台南永康区永大陆的公用停车阁 由于台风侵袭的关系 他大约一个星期没有开动车辆 直到后续将车辆开上路 才发现右后轮胎壁遭人刺破三个洞 现在陈先生也怀疑 是附近店家或不明人事恶意搞破坏 车子停在那边也差不多一个礼拜 因为下雨我就没有过去开车 可能是因为有人发现车子停在那边久了 眼红 一定有人蓄意嘛 警方于8月11号受理法案 并积极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 依法查办 只是刺破他人轮胎 不仅涉及毁损 倘若后续引发驾驶人出车祸 恐怕不是赔钱就能了事 也请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借黄不齐影响报道 出车祸 詞曲 李宗盛